最親密的就是入夜之後 沒有打開玩笑 就是因為我是擔心家庭長大的 所以我會想盡辦法 撐到最後就是 不要讓這個圓是破碎的 你看你們的鏡頭是有裝拉拉鏡 為什麼每次都把我拍那麼圓潤 妳很瘦欸 對我鼻子本人明明就沒有那麼圓 那最親密的不是直接入夜嗎 最親密的就是入夜之後 沒有打開玩笑 看到他們那個照片出來 我嚇了一跳 我覺得那個感覺好像 我老公要坐的輪椅 我在後面 推著 我覺得我們兩個怎麼感覺好像是已經那個 夕陽黃昏烈的那種感覺 之前還是有一些 妳跟老公有些真摯嗎 後來是怎麼修復的 對不對 嗯 嗯 我覺得就是我們眼光沒有著重在於事件 而是在於關係 如果我很在乎我們的家庭婚姻 真的很在乎我們的夫妻關係 我覺得事件就不重要了 對 還好啦沒有婚變的很嚴重 我想危機都不定時的每一個季節會有一些啦 但是怎麼有智慧的處理 對對對 應該是說他還是會管我 但他講話學會懂得如何溫柔 就是 我剛好還在跟他們聊 因為12月13號是我們結婚的18週年 所以我們就在想說 都已經18年走下來了 那就繼續走下去吧 所以只要有這個想法 好像一個開關你打開來了 很多事情就看法就不會不一樣 開關在那裡 我其實有最大的一個 有一個後悔的點就是 我到底發文有沒有幫助到某些人 如果我的發文是讓更多人想要就是一走了之的話 我覺得我做了一個很負面的示範 但倘若我的發文是有幫助大家 再多想一想的話 那我希望我能夠幫助到很多對夫妻 新來過你不會吧 我應該會發的用的角度不一樣 就是因為我是擔心家庭長大的 所以我會想盡辦法撐到最後就是 不要讓這個語言是破碎的 但是那時候三姊姊姊也會寫那樣子的 衝動文是因為 也到了一個點覺得好撐哦 當然有時候還是會夫妻之間有一點小爭執 我也會默默的在心裡面有很多murmur 可是我覺得轉換眼光 我們家庭幸福和樂的比例還是很多 如果一個人他因為一件事情對我不好 我就要抹殺他對我好的九十九件嘛 所以我就告訴我自己 我就是看了九十九件事情 那我也看我們家庭裡面的愛啊氛圍啊 我跟孩子還有先生跟孩子之間 我們大家之間的互動 我覺得是好的 是是充滿愛的 那時候我們剛主要來說小的感情 沒什麼反應耶 然後可能 對於爸爸和我之間的關係還頗有信心的 其實我們每天早上起來都會kiss kiss 跟說good morning 然後睡覺都會good night 對啊 然後我還是抱怨說我覺得我們家 因為我們那個床是什麼 加大雙人床 然後我覺得好大哦 然後我就說我都碰不到你 其實我們感情蠻好的 所以我一直後悔 我寫的那個書發文 到底有沒有一個正向的影響力 如果沒有 我是真的做了很不好的示範 很抱歉 我覺得是一起大家的 想要討論是非的那種 他有沒有跟我道歉 當然有啊 但有沒有我傷害到他們 他不覺得啊 謝謝大家 聖誕節快樂 謝謝 KL. only of hisNow beauty Mambo KL. only of HisNow KL. Only of HisNow FanB uLky Es HAPL. only of HisNow FanB uLky M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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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H